DTW 加拿大醫生做的花藥 花藥治療 大家好,我是Cat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DTW 一個加拿大醫生做的花藥 花藥治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通過震蕩療法去調節人的情緒 講完是否不知道我講什麼呢? 什麼叫震蕩療法呢? 就是人的震蕩頻率 和植物治療的關係 原來一百年前 已經有一個醫生發現 原來植物的震蕩頻率可以調節人的震蕩頻率 人有什麼震蕩頻率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很害怕的時候會震 很生氣的時候會震 那這些就叫怕到震 和生氣到震 就是一些震蕩頻率 當你沒有那麼害怕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那麼震 那醫生就發現 原來一些植物可以令到我們這個震蕩頻率 令到我們平靜下來 你就沒有那麼害怕 也沒有那麼生氣 那這一百年裏面 自然療法的醫生呢 最有名的就是Dr.Buck 就是這個背谷花藥 他就出了一個很有名的花藥 就叫Rescue Remedy 就是拯救你 那現在呢 就在哪裡有買呢? 就在萬寧人都買 Dudu姐在買廣告的 拯救你的睡眠 的Rescue Remedy 就噴在一個口裡面 那跟我們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因為Dr.Buck已經是一百年前的醫生 所以現在已經是過了身 而Dr.Terry Villard 就是剛剛退休的一個加拿大醫生 他就設計了這個花藥 用了一個新的思維 那他用了什麼新的思維呢? 以前就會是有病去找醫生 有不同的問題 他就會用不同的 combination 去做這個花藥 他就用了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我們是不需要承認自己有病 因為要承認自己有病去找醫生 這個過程是很艱鉅 他就想了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就叫Fascination Fascination 即是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你只要吃這個花藥 就可以令你更加有美力 我是不需要有病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日本大賣 在這一百年裡面 我所認識二十幾年 這個花藥治療 裡面都需要一個穩定劑 我可以說一說到底花藥是怎樣做 他就是用這個加拿大的植物 然後就放在洛基斯坦的泉水 透過日照 那盒水就充滿著這個植物裡面的震蕩 然後他就會撈走那些植物 只要這盒水 那就是說這盒水裡面 其實是浸過花的水經過日照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就算整盒水喝了也不會中毒的 和精油不一樣 因為香薰油是透過蒸餾提煉 如果你整盒香薰油喝 是有機會中毒的 所以兩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他浸過花的水本身是沒有什麼味 但這個水因為浸過東西的時候 他會有機會會怎樣變壞 所以他需要防腐的 那麼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他們都是用白蘭地來防腐 白蘭地喝下去就有少少酒精 有些人都會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有白蘭地好像來幾好 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個 Dr.Terville Villa 做了這個花藥是大賣日本的 但如果進去日本入口的話 放不下白蘭地就會當作酒 打碎 所以在這二三十年 以我所知 花藥都是用醋來做防腐劑 而這個醋我吃過酸酸的 這個味道 而 Dr.Terville Villa 就想了一個新的防腐 天然的一些物料 他就用了有基椰子提煉的 甘油Gycerine 他就會甜甜的 所以你吃的時候有甜甜的感覺 那怎樣吃法的呢 他就一日四次每次四滴 你只需要拍四下 一二三四 然後領開他們在底下四滴 一日四次每次四滴 吃兩個星期就為之一個療程 我們是不能把兩種花藥同時間一起吃的 除了Emergency Emergency就是急救 就等於Dr.Bark的Rescue Remedy 那個是任何時候 你帶一個袋子 你都可以吃的 在這個情緒的波動 心情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是鬧完人 或者被人鬧完等等 或者是要去見公 有很多心情緊張 不同的情緒波動 你就可以吃這個Emergency 而Fascination就是 令到我們人的人愛 車見車載 那怎樣人的人愛 車見車載呢 除了在感情生活裡面 可能你有求或很需要 但其實 原來在我們溝通的過程裡面 令到別人聽到你說的話 不知你有沒有試過去一些宴會 很大關人 有一個人他那一晚只是來幾分鐘 你就會發現 哇 他有眼光四射 你整晚都記得他的 有些人呢 他整晚都有來 但你整晚都不覺得他在 他來了什麼 那個氣場很弱的 這個就是 正正可以說到 到底這個Ribration強 會不會弱 如果你的Ribration 是很好的時候 別人就會見到你 見到你又喜歡你的時候 給你機會就會大很多 所以可以跟別人談生意 或者是跟別人溝通 別人喜歡你的機會率就高一點了 那你想不想要 這個Fascination 除了會有女士 亦都有男士 Fascination for man 這個Fascination for lady 另外還有一個噴霧妝 這個沒有限制時間的 你可以當一個 噴床單 噴在身上 Body spray 除了Fascination 還有一個Rose Gerrini 味道都很香 天竹葵是平衡情緒和可爾蒙 這幾個都可以 是令我們更加有魅力的 而我記得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就問到老師 你說說到這麼正 人的人愛車的車載 要什麼都有 有沒有失敗例子呢 我說成功當然有很多 但不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不記得吃 所以呢 我又沒有病 我又不是發燒 一天四次 每次四滴 吃兩個星期不准斷 是很容易不記得的 我說那有沒有解決方案呢 他就教我用水瓶 那只要拿一個 你任何一個水瓶 你上班都會用水瓶的時候 你就裝滿水 然後拍四下 滴四滴到你的水瓶那裡 只要你這個水瓶 分開四次以上飲 你就滿足到 一天四次每次四滴的功效 那我呢 我記得我跟老師爭論了很久 一天四次每次四滴 就是四乘四 就是十六滴 那應該要落十六滴 在水裡 他說不是落四滴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呢 你可以想像 當你落四滴水 這四滴的花藥在水裡 就好像一個 微波效果一樣 它就會有一個 震盪頻率 令到整個水裡 都充滿著這四滴的功效 所以其實 在每一個部分的水裡 你喝 都存在這四滴的 所以 你用這個水瓶的話 滴四滴就可以了 當然滴十六滴 都可以 結果都是一樣的 有些人 記住 喝水 或者無論是你怎樣喝 你的想法 你都是一天四次 每次四滴 也好 或者是你分開四次以上 喝五次、六次、七次都無所謂 但必須要相隔最少半小時 才為之一次 如果你一路這樣滴滴滴滴 喝完這瓶水 那也是為之一次的 那你就要一天喝四瓶水 才行 如果你一次人的瓶水 那你要記住 最少相隔三十分鐘 那如果有些人 他說 我又想要凍齡 我這個保持連聽 那我又想要 人以來我 我車見車座 我可不可以同時間吃呢 你就不可以同時間 在那半小時裡面吃 那我會教他們怎樣做呢 就分開早晚 在家裡吃一款 譬如我想吃凍齡 就早上一起床吃了四滴 然後我出門前吃四滴 然後我上班了 我就吃這個人的 我車見車座 就放到這個瓶裡 我在公司裡面 最少都喝四次水 那我喝完這個 到我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又再吃一次凍齡 臨睡前又再吃一次凍齡 那你就可以相隔 他們在不同的時段吃 最少就是相隔半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那到底為什麼這麼神奇 有這個Fascination的效果呢 它裡面用了十幾種不同的植物 是浸過這個公山的泉水 和洛基山的泉水來做 而裡面很重要 會用了很多款白盒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白盒花呢 它們會有一些花粒 有很多花粉 而花粉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吸引蜜蜂 蝴蝶 然後坐了蜜蜜 坐這些花蜜之後 就會傳播 其實它就是將你的微力傳播出去 所以為什麼人家每個人都見到你 見到你又喜歡你的話 那你做什麼都唱蜜蜜 所以為什麼是人的人來 聽見車載 那除了有動靈 有Fascination 我還有一種新出軸的 就叫做Happiness 就是令到你有開心的震盪聞到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需要 剛才說的Emergency 是沒有任何規矩的 是你喜歡幾時吃都可以 又是拍四下或四直 很緊急 或者又是不開心 又有病 之類 經歷一些很大的創傷 或者小的創傷 你都可以吃的 另外還有一些 可以增進我們的自信 有一個Recovery 就是病 情傷 感情上受到傷害 身體受到傷害 或者是大病 小病 都可以 另外有一個Comfortable sleep 就是睡覺 睡得好一點 Worming card 就是一個受過受傷 覺得人不得多人愛 我覺得心很難 我很想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你就可以Worming card 另外還有一個Child in balance 就是適合小朋友 例如讀書不穩定 經常情緒很波動 經常走來走去 比如小朋友讀書 考試 或是經常過度活躍 又不肯睡覺 或是沒有精神 這個是平衡的 所以很適合小朋友 另外有一個是Focus 有些人經常坐在這裡 都不能夠專注做事 那就可以用這個Focus 還有一個是Acceptance Abtention 就是接受 有些人是不接受 他可能轉了一份新工 或者是有一種新的經歷 或者是不接受自己 那他都可以選擇 用這個Acceptance的花藥 除了有給我們人吃的 這些Combination的花藥之外 還有四款是給寵物的 包括PowerChange 就是給寵物 已經年紀大了 經常病了 沒有精神 很累 就可以用PowerChange 另外有一個是Calming 他就是給小狗子 經常在那裡吠 在那裡叫 因為他是年輕 在這些情況下 你想Calm Down 就用Calm Down 花藥是給寵物 另外還有一個是Warming Calm 我們經常都見到寵物 很多時候都是被氣 離氣 或者是被虐打 那他們看起來是很害怕的 好像有分離焦慮症 怕主人不要他 一出門口就會吠 會哀鳴等等 那就可以用這個Warming Calm 或者是會不會有 家裡有些主人離世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轉變 在他的心情裡有很大的創傷 或者是小創傷都可以用這個Warming Hard 另外第四隻 就是噴霧莊 噴霧莊 你可以噴在他的手上 幫他們梳霧 或者噴在他睡覺的地方 周圍都可以 這個就叫做Environmental Support 譬如房屋 或者是家裡多了小主人 或者是多了其他寵物 他都會有一個環境的轉變 甚至是輻射等等 或者最近有些不明的煙霧走進來 這個Environmental Support 都可以保護他的生活環境 令他適應一個新的轉變 而草物花藥其實是貓、狗、 甚至是冷血動物 包括魚、蜥蜴、兔子 全部都可以的 因為震蕩療法 就是在討論的頻率 他可以調節不同生物的頻率 令他可以活得更加開心 更加好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